有一個孩子他到外縣市去讀書 然後現在在工作 不知道結婚沒 可是他已經應該大概30歲有了 那有一次他就在跟我聊天的過程中 他說他從宜蘭到台北去工作 開始工作 那他從事的是設計工作 他跟我說他在設計工作裡面的時候呢 大家都在提倡從外縣市來宜蘭 或者甚至是花蓮 去蓋一些所謂的地建築 然後做一些綠色建築的造景等等的工作 那他那時候就跟他們公司的老闆就直接說 他說其實這個綠建築對他來說 就是他從小長大的一個地方 他說我住的地方 因為他住在大影國橋附近 他說那邊農田 他說我家的旁邊就是農田 所謂的綠建築在我們家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長大的 所以他都會認為說 其實都市的人平常都沒有這樣子的大環境 可以一起生活一起成長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宜蘭一起長大的孩子 真的很幸福 因為他們可以帶著這樣非常自然的充沛的所有的養分 到外縣市去做他們自己另外一個開發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有更有的想法 而且更貼近他們自己原本的生活 對他們來說 又可以結合這樣子的音樂形式 跟一般在殿堂裡面的演奏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跟著他們一起成長 是一種滿滿的幸福 掌聲歡迎濟蘭青少年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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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 myösimpor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